我现在心里有点没点 随便探 真假立宪 扬州 扬州宴 792 一到扬州 有肉沫 雪菜蒸鱼了 其他地区好像没有 这也是当年师傅教过我的 连山回锅了 这怎么跟那差不多 是吧 可能是一家公司在管 我这个是吧 真是一家子 点一个一样子菜 你们俩一个公司 看谁做的好 水晶羊肉58 没啥意思 应该是半种的 58块钱扒不下 应该能吃个手工的碗 盐水老鹅去之八 这油的味特别香 鹅是老鹅 鹅油的味道特别香 用环穴盐是把鹅里里外搓得特别的透 把鹅肉的腥气都给搓掉了 然后还入了底味 而且下边还浇了点汤 煮鹅的原汤 而且上面飘了一层鹅油 吃得特别的香 这个菜真不错 很好吃 淮阳四宝298 鲍鱼 海参山药大葱 没了 这怎么成淮阳四宝很神奇 海参 鲍鱼 吃股 鲍鱼 剪的是一个活鲍鱼 应该是十个头 海参实在是实在是太难吃了 感觉咱们那和手用鱼吃 海参的腥味挺重 一点都不入味 就像那些海参切完之后 隔水一焯 根底就简单嫩化了一下 就那些海参就是普通的那种 像是不是特别好的那种 但是我们厨师就应该把它做好吃了 人家海参活着长大就这一样 你让海参这样死他也很委屈 这个做法我个人认为 跟海洋菜还没什么太沾边的地方 更接近于卤菜的葱烧 这个不好吃 很不好吃 扬州吃的头38 刚才服务员上菜的时候说了 趁热吃 确实挺热的 我都想笑 这汤也太少了吧 这怎么也得汤多 石头在这汤上面飘着 而且这个石头表面太光滑了吧 没有肉的颗粒感觉 点的是一样 做的还不如那七八呢 你那个比我来的汤多一点 待会儿这个鱼好少 也应该少 这水最起码跟这石头应该是平的 你尝一口什么味儿 这肉馅儿应该加了黄酒了 闷到里面了 再加上肉腥味加在一起 哎呀 这一打开之后还没下嘴 那就闻肉的那个肉腥臭 咸味也不够 鲜味也不足 还加了料酒 做石头的时候里边放黄酒 一定要慎重 说白了 只有梁州人会往石头肉馅里边加黄酒 一种就是大吃 能把这个黄酒量罢控的特别特别准确 另外一种就是啥也不会瞎做 我不是说我做得多好 扬州那做淮阳菜比我牛逼的 肯定多了失去了 但是外地的朋友 你要来扬州玩 一定要记住 淮阳菜的狮子头 绝对不是七七八八和扬州宴这样的 绝对不是 这饭店有什么神道鬼道的 一口都不想吃 肉沫雪菜蒸黄鱼128 这第一口 你先尝尝尝炒的肉沫雪菜 雪菜炒的没毛病 黄鱼的新鲜度也够 肉沫雪菜蒸鱼 是淮阳菜很经典的一个做法 就是把肉沫和雪菜一起给它炒香 然后要放在鱼上面 通过蒸汽一加热 肉沫里边油脂的香和雪菜的香 会全部都渗到鱼里边去 会形成一个非常好吃的复合味 唯一小的瑕疵 就是炒的雪菜给太少了 雪菜不值钱 多放点 多放 多用钱 那天去淮阳菜博物馆的时候跟你们说过 我这次来扬州 有很大一部分的私心是想推广淮阳菜 但是吃了两下了 我实话跟你们说 我现在心里有点没点 今天就这样